这位就是半顿先生 今天他来我这冲饭了 我必须满足的 看你胖子还吃呢 你知道酸菜鱼怎么做 才能让他汤身奶白 鱼肉鲜香抠痰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草原二蛋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如果你用二蛋的方法去做 同样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买条鲤鱼去 就这哥们了 最大这个 大爷帮我把它送上路 这个应该差不多 这个是我的 这俩是我的 鱼屁股有很多方法 有从肚皮开始的 也有从背部开始的 还有从尾部开始的 咱们就从脖子这开始 刀锋顺着鱼龙骨 直接一拉到底 这样龙骨才不会有肉 鱼排是最难操作的 刀锋向上 一切到底 近拍给大家看一下 鱼片尽量片的大一些 薄一些 刀工这个事不是一招一吸 就能练出来的 片完之后用水清洗 控干水分 放点盐 味精 料酒 抓拌均匀 盐一定要多放一些 给它的味儿马足 抓拌的时间长一些 这样能让它更好的入味 而且在焯的过程中 非常的有韧性 来一颗鸡蛋清 锁住盐味和鲜味 继续抓拌 再来一些生粉 朋友们 一定要用生粉 不要用淀粉 淀粉会影响汤的质量 抓拌均匀 备用 黑酸菜切丝 丝不要切得太细 如果切得太细 经过炖煮之后 会影响它的口感 野山椒切丁备用 酸菜给它清洗几遍 里面有大量的柠檬黄 和添加剂 这里还有点水晶粉 是那天我们炒水晶粉 圆白菜剩下的 今天把它用上 准备点葱姜蒜片 再准备点蒜末 东西咱们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操作 热锅凉油 润一下锅 锅中留底油 油热之后下入鱼骨 把它轻微的煎一下 晃动炒瓢 不要让它粘锅 轻微煎一下之后 加入凉水 鱼骨煎一下 是汤汁奶白浓稠的关键 朋友们 你看这个颜色 打去浮沫 熬制鱼汤的过程 只需要开锅 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鱼肉特别的鲜嫩 倒出鱼汤备用 起锅烧水 水中多加一些盐 水开之后下入鱼片 水中如果不加盐 做出来的鱼片 会非常的寡淡 鱼片开锅之后 打去浮沫 锅中的水大开之后 就可以倒出鱼片 鱼片焯八分钟就可以 所以一开锅就可以 来一勺凉水冲去浮沫 锅中加入凉油 开始炒制酸菜 油热之后倒入葱姜 野山椒 黑酸菜 充分的煸炒 炒出酸菜中的香味 倒入鱼汤 汤中加入少量的盐 胡椒粉 朋友们看这个汤 非常的浓稠 把酸菜中的香味炖煮出来 然后加入水晶粉 煮熟之后 把它们捞到盘底 继续烧鱼汤 鱼汤开锅之后 下入鱼片 鱼片轻轻的开锅 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鱼 无需勾芡 汤汁非常的浓稠 这时候可以出锅了 朋友们 来点小葱花 蒜末 干辣椒 朋友们喜欢吃麻味的 可以加一些青花椒 起锅烧油 看着吗 它的任性 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接下来 让半顿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半顿 这酸菜鱼味行吗 还凑 啥叫还凑 我看你是下次不想吃了 哼哼 哼 哼怎么玩 这哪个 这家伙太能吃了 鱼片都让他给做了 那 那走了 吃完就走一呗 洗碗去 你洗碗 这小子吃完 留一堆烂摊给我收拾 哈哈哈哈 发展 发愿烈的 快